这幅创作于1873年的油画作品中 其实表现的是正在发生的悲剧 但也无法掩盖观众眼中大海的美丽 观众能够欣赏到画讲独一无二的记忆 海水的清澈透明 以及千变万化的色彩 泡沫飞溅的水浪 银白珍珠色线条描绘出雨水形成的水墓 和最终消散在空气中的海水飞沫 其从可见 想要穿过此处离开的船只轮廓 而船只甲板上惊慌挣扎的人 看上去就像死亡世界中暗淡模糊的影子 升起在海面上的彩虹 照射着背向浪花漂流的山板 这意味着暴风雨很快就要过去 坐在残破小船上的人们有了获救的希望 虽然还有很多危险等待着他们 但是白色的海鸥正向他们迎面飞来 不仅让观众猜测海岸已经很近了 就在画面右边咆哮的海浪背后 已经紧约可见